从比利埃冠军赛中 我们见证了一场乒乓球的激烈对决 半决赛林诗栋被勒布伦横扫出局 对于国拼的教练员 运动员和领导们来说 这场比赛的画面 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 它不仅是一次技术的较量 更是意志和精神的比拼 尤其这张画面应当被多次回顾 深深刻印在每一个人的心中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 比赛中我们遭遇了失利 这不仅是对手的强大实力所致 也是我们在某些环节上 存在的不足 但更为关键的是 对手在取得胜利后的表现 如勒布伦的挑衅姿态 似乎在告诉我们 胜利不仅需要技术 更需要那份不屈不挠的斗志 和从容自信的心态 国拼历来以强大的实力 和坚韧的意志著称 然而竞技体育的魅力 就在于它的不确定性和挑战性 面对勒布伦这样的对手 我们不能仅仅依靠 过去的荣耀和经验 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自己 找到那些可能存在的弱点 然后针对性地进行训练和调整 一个优秀的运动员 除了拥有高超的技术 更需要有一颗强大的内心 我们不应该被对手的挑衅所激怒 而是要将其视为一种激励 一种动力 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胜利 更是一种征服和碾压对手的气势 只有当我们的实力强大到 让对手心服口服时 才能彻底地赢得尊重 领导们也应当给予 教练员和运动员们 更多的支持和鼓励 除了提供必要的训练设施和资源外 更要关注他们的心理状态和情绪变化 只有在一个团结 和谐 充满信心的团队中 我们才能发挥出最大的潜力 让我们记住 蒙比利哀冠军赛的这一画面 将它作为我们前进的动力和目标 我们要用实力说话 用胜利来证明自己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让那些挑衅者 心服口服 才能真正地赢得尊重和荣誉 我们下期再见